邀请到了两位顺夏未来的代表 掌声有请 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很多事情觉得还要发生下去 但就结束了 前面的12年的读书生涯 就正式告一段落了 再往后就是大学生了 毕业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的毕业主题是 首会青春 顺夏未来 那同时在我们今天的现场 也邀请到了两位 顺夏未来的代表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大家好 哈喽 来 两位先跟我们在场的 所有同学打个招呼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子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盛夏未来 高三十班的毕业同学 郑雨昕的扮演者吴磊 欢迎 欢迎吴磊 我们今天有一个还不错的游戏环节 希望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们 希望在座的各位友友们 可以配合我们一下 好吧 好 现在请大家先把手机放下一下 然后我们全体起立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还想回到高中某个时刻的同学 请保持站立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冲向未来的同学 请坐下 毕业的时候还有话没说出口的同学 请继续保持站立 但是在毕业前分享完的同学就可以坐下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此时此刻愿意勇敢地把这些心事分享出来的同学 请站立 选择来日方长 故事留着以后慢慢说 或者微信说 或者QQ说 或者线下单约说的同学 请坐下 其实都数得过来 几位同学 我们这样先把所有的掌声送给我们 现场站立的同学 非常地有勇气 那我们就现场挑选同学来说出她的故事 那我就随机来选 来 那位女同学 大家好 我是高三十八的刘豪 我今天想要感谢李欣怡同学 我跟李欣怡同学 我们都是尚纳夫中第一届女国旗护棋手 因为我们两个女孩就指标了男孩子的鼓励 我就是拼命地去跟李欣怡一起加入到他们的训练当中 那男孩子的步伐是要比我们要大的 然后这个速度也要比我们快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李欣怡她就是一直鼓励我 那么我也想对李欣怡说就是 如果没有你的鼓励 就算是国旗班是一个启发人生这样的经历 我也有可能坚持不下来 那么希望在这个盛夏里面 你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实现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理想 你刚才说的那位同学请起立 在哪里 在那边 你好 你好 我是来自高三二班的李欣怡 因为我和刘豪当时两个人在军训训练的时候 是唯一的两个女生 但是我们的训练强度是和其他男生都是一样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正好是夏天天气特别热 稍微踢一会正步就会流很多汗 然后真的挺累的 所以我要非常感谢刘豪同学 就一直陪在我身边 让我们彼此都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 我就希望刘豪可以顺利地讨入军校 嗯 哇哦 谢谢 那两位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女生之间的情感 可能还是子峰比较懂一些 对 对 我就感觉特别羡慕特别美好 感觉是两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然后我特别希望她们在未来里边 也可以一直陪伴着彼此走下去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两个特别勇敢的姑娘 对 就是很做自己的 同学我特别敬佩你 真的 我觉得对象真的很棒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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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